我國慶晚會告票 受訪到一半 台北市議員洪建議電話響不停 一接起來又是民眾要來問 能不能幫忙拿到 將會國慶晚會的門票 這頭電話還沒講完 另一邊助理的電話又響 我們這裡沒有主動提供票 電話接不完 議員的LINE通知也狂跳 收到各種問票訊息 真的壓力善大 特別嘉賓就是二姐將會 所以今年的索取度 能見度反而提升了增加了 那在這個上面我還是要呼應 民意代表沒有特權 連我太太要去看都不能去看 10月5號的國慶晚會 二姐將會來現唱 票還沒開搶 詢問度就報表 北市官權局共釋出5400張票 月底中午12點線上開搶 另外推出200組65歲以上的 禁老票9月20到9月25 寄出自己的身分證一本 就能參加抽籤 這一欄車裡面 就是台北市官權局收到的 5500份國慶晚會的 禁老索票資訊 那麼到時候10月1號 就會從這一欄車裡面 抽出200位的幸運兒 週間則料如雪片班飛來 以5500份抽200人來算 中獎機率只有3.64% 民眾抱怨釋出的票太少 還要寄紙本太麻煩 我覺得這只是圖增長輩的困擾 那我覺得市政府可不可以再貼心一點 或用其他的方式 不要再用這麼傳統的一個 寄影印再寄一件 然後是不是可以讓長輩有更多的 釋出更多張的一個票數 現場看江會的演出 國慶晚會其實巡禮就是邀請 歸國的僑胞還有駐華使節 大巨蛋的第一次非體育賽事 那我們知道民眾都很應切的期盼 所以我們就是特別開放部分的座位區 讓民眾有機會 能夠跟大家一起同情 二姐張會將在國慶晚會上現身 入場門票時運溫度破表 開窗前就率先引發話題 日新聞李宛曾承諾 台報道